看了这段视频后,您将会知道如何分辨和处理常见的助听器问题。 助听器是电子仪器,因此用久了难免会出现问题。 常见的问题包括 1.没有声音,音量减弱或声音断断续续 2.消叫声或回溃音 3.疼痛或不舒适 听起来好可怕! 别担心,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 来吧,让我一一为你解释。 好的。 如果你的助听器没有声音,音量减弱或声音断断续续,问题可能出于电池或是耳膜堵塞。 首先,打开电池门,检查电池的方向是否正确。 然后,确保电池门完全关闭。 如果你有新电池,更换一粒新电池来测试。 再来,检查耳膜的出音孔是否被耳垢阻塞。 如果有阻塞,就得用刷子把耳垢去除。 清理的时候,记得将耳膜的出音孔朝下,以避免耳垢掉进耳膜内。 如果耳管被阻塞,轻轻地拔掉耳管,然后用吹气球将耳管内的阻塞物吹出。 清理之后,再将耳管重新装回助听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你的助听器可能发生了故障。 需要送去修理。 请跟你的听力学家预约时间。 如果带好助听器后,你仍然听到消叫声或回馈音。 这可能是因为耳膜带的不正确,或者是因为耳管有裂缝或松脱。 首先,重新调整耳膜,并确保耳朵和耳膜之间没有空隙。 然后,检查耳管是否裂开或已经松脱。 这个问题常发生在老旧的耳管。 如果是这个情况,必须更换新的耳管。 如果带上助听器后,你的耳朵感到疼痛或不舒适。 这可能是因为耳膜带的不正确。 带耳膜的时候,第一,确保耳膜方向正确。 第二,将耳膜轻轻推入耳道内。 注意不要过度用力。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能是因为耳膜不合适。 你可以跟你的听力学家预约并寻求协助。 我刚刚描述的都是一些我经历过的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但如果我遇到不会解决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你的听力学家。 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帮助你。 说的也是。 避免你终于自己制定的每一 criticize还顺着我。 知道一温都是平常的不因而想法的过程 Ei来 krie断数小 newspaper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